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,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。 本届链博会集中展示各链条上中下游关键环节的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服务。 参展商纷纷表示,链博会不仅成为展示自己的舞台,也让他们结识了更多新的伙伴。 作为最会交朋友的展区,数字科技链展区集中展示了科技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。 不少参展商将自己及供应商伙伴的生产线搬了过来。 参展商告诉记者,依托中国供应链的优势,他们生产的产品得以快速迭代和提升。 在健康生活链展区,不少参展商也展示出自己的产业链。 相关人士介绍,此次参会集中展示他们的全产业链能力,吸引不少观众交流体验。 我们也感谢联播会,首届联播会能够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,能够让我们全方位地展出了我们每一个环节。 比如说我们农艺师,比如说我们咖啡师,比如说我们烘焙师,也是让很多顾客和中外来宾,以及咖啡的行业的各项专家能够了解到星巴克这么多年以来,一直默默地,一直坚持地为咖啡付出的努力。 我们的原料也是远消于全球各个地区的,然后世界的有很多的知名品牌也在用我们自己家的原料。 其实在此联播会现场,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的合作的机会,包括一些我们原料的合作,以及我们一些中端产品的这样一些深度合作的机会。 智能汽车链展区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,作为一家汽车链的上游企业, 本届练博会上,他们不仅见到了熟悉的下游合作伙伴,不少新朋友也前来咨询。 通过练博会,他们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。 本次我们在练博会收获是非常大的,咱们著名的国际大品牌新端汽车都到我们展馆过来交流了,这是第一大收获。 第二大收获呢,这个重卡领域来了两个大客户,基本上达成共识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